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温成智讲师演讲,请各位掌声欢迎 各位同心学员,大家阿曼,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今天,我先问一下 你为高雄酒来请贴唱,谢谢 好,台中酒,谢谢 新德酒,再来宜兰州,台北州 好,谢谢 各位同心,我们今天要想的是高雄酒班的课程 我先问一下 各位学员,你有请新台湾论回去的请贴唱? 你已经请新台湾论 有吗? 是 第一次来,你有想高雄酒班吗? 阿曼? OK 初级班和高雄酒班的课程稍微不一样 高雄酒班有比较深 所以你一定要由初级班和基礎打得好 各位,明天知道 军修要考试了 军修考试的基本条件就是 你要完成初级班和高雄酒班的课程 新台湾论,上册跟下册,你要讨论 明天,军修考试 会考新台湾论 所以基本上 高雄酒班,你今天一定不付了 所以你要等后一招 各位,课程上上的 会今天要复习 好,来 今天 课程的题目 叫做天宏租款法利基上 各位,台湾是谁的? 台湾是谁的? 所以,大家都是电视台 尤其是谁的准备集 Taiwan 香港人 Taiеру的 notation 看到贛艺 不知道贛艺 不知道贛艺 各位 我们要了解一点 你说 什麼事情 因為 財產是你要拿什麼東西來證明 對 所有權狀 可以說房子房子看得很漂亮 那房子就是我的 可以這樣說嗎 跟太太一樣 你看到路邊一個 經過的路人甲 招呼也好 帥哥也好 可以說那是我們老公 我們母 可以嗎 要憑什麼 對 結婚的證書 包括什麼 貨集成本 戶口 戶口裡面有定義 這是什麼 法定的配偶 財產也是 你財產一定要有什麼 所有款證 你現在可以證明說 你對他 對你所有擁有的財產 有什麼 有支配款和所有款 但是各位 你的房子是你的 房子和土地是你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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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你為什麼要納稅金 如果是你的 為什麼要繳稅金 現在 所有款 台灣的所有款 擁有這些 日本天皇 我們剛才一開始 扣定 開始之前是 台灣民政府代表哥 日本國哥 美國國哥 還有什麼 台灣民政府 主張和立場 沒有 在 思議黏字 前 第一點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他 依固國際法例 給台灣國際地位 政政法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款 好不好 想說 思議黏黏的 沒關係 我跟他們沒有關係 各位 跟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思議有沒有念 法理就是法理 不能改變 不能改變什麼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的事實 法理的事實就是為什麼 因為經濟 我早期剛才有說過 經濟 麻關條約 日本叫做下關條約 什麼都洗掉 這個條約 Treaty 這個Treaty 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 這個麻關條約 簽訂的兩兵 是代表兩個國家的國家法人 國家的法人 我們聽過財團法人 國家的法人就是 台青帝國台風帝 和台日本帝國台風帝 風帝對風帝所簽的 青帝國 他擁有 對台灣 無完全的租款 初期班 我還要複習一下 為什麼青帝國 風帝對台灣擁有 無完全的租款 因為他擁有的是 台灣中央山脈 伊西 就是伊西 中央山脈伊西 六個屯肯去加一個澎湖 所以基本上是什麼 殖民地 我們知道 財產的高架 比如說我們家 土地 要扭租 買出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簽 簽客用 簽客用的時候 可以說 先說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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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買不出去 可以嗎 不行 但是青帝國的風帝 他手牌的 李鴻章 跟李金芳 就出一個大桌 出了大錯 為什麼 他把六個屯肯區 割讓給日本天皇 但是他不會再一些事情 中央山脈伊東 這是什麼地方 高沙的傳統的部落 形式的一個地方 他不是國家 因為1895年的 4月17號簽訂的東西 高架的馬關條約 有三部份 我們複習一下 遼東半島 就是奉天 台灣澎湖 就是台灣澎湖列島 包括周遭的群 島嶼群 牛頭上 割讓給日本天皇 清帝國的皇帝 代表清帝國 不是清朝 大家要記得 我們的貼帶 是不是叫清朝 不是 清朝不是我們的朝代 我們要了解 就是說 因為 國家地理頻道 它經由這個DNA 說出來脈絡圖 我們人類的祖先 就是六萬年前 冰河時代之後 開始人類的大遷徙 為非洲的東部 開始遷徙 透過印度半島 就是波斯灣印度半島 從東南亞 沿著台灣 沖淡 沖淡 日本 朝鮮半島 進入到現在 中國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脈絡圖 M174 是國家地理頻道 透過70萬人 那目前為止 一定有90萬人 DNA 就是棉花棒 沾口腔連膜 去 歸類出來 DNA的脈絡圖 誰是誰的祖先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原期的 M174 這條脈絡 所以 就知道 我們台灣 跟現在中國 誰是誰的祖先 很清楚 我們的來源 我們要了解 我們的identity 我們要了解 自己的身分 身分什麼 法理的身分 我們的血緣 跟他們那邊 你要分清楚 不要說 清條是我們的條態 那是他們帶過來 夠用 為了什麼 為了殖民 管理方便 灌輸你 思想 但是是不是 跟我們有關係 沒有關係 譬如說 別的地方 譬如說 非洲人 非洲的國家 來到台灣 他教你 非洲的歷史 他說 你就是非洲人 你願不願意承認 對啊 這樣就很清楚了 隔壁的國家 他是透過殖民的方便 來加殖民 我剛剛 他講的 我們要了解 他跟我們 既然有沒有 他有那個名分 沒有名分 就不能講 游禮走遍天下 無禮寸步難行 沒有名分 沒有名分 六萬年前 人類 透過冰河時期 那時候 剛才冰河 剛才融化 海水沒那麼高 所以有時候 會用走 所以還有一個 划船 就行動了 所以 他到 三萬九千六百年 的時候 來到什麼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落腳 有的人看 東南亞不錯 就在那裡 變成現在 東南亞的祖先 來到台灣 落腳 三萬九千六百年前 變成什麼 佛摩沙這片 土地的祖先 連後 又跟沃河 日本 跟朝鮮 跟進去 現在的 中國這個地方 所以說 像什麼的祖先 我們就要有一個 清楚的概念 不可以 又跟 中國 他們那邊 流亡來的人 的殖民教材 動作什麼 我們的聖經 不可以 他們的教材 是很有問題 那叫什麼 毒蘋果理論 有毒的蘋果 的手 發的蘋果 你敢吃嗎 大家就知道 好像有核輻射的食物 你敢吃嗎 還是基因改造的食物 你敢不敢吃 你就不敢吃 何況是 有毒的果樹 生長出來的水果 敢不敢吃 敢吃 這輸課也是一樣 我們看一個 一個 影片 那個 動畫 我要讓大家了解 基本上 你來想看你的課程 跟蘋果家的分量 就是說 我們是透過課程 讓各位 藉由法理 來什麼 篩選我們 腦袋 思考 邏輯方面 不對的東西 要篩選掉 而不是 我們要改變你 你知道嗎 夫妻之間 或是兄弟姐妹之間 家人之間 互相改變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因為每個人 價值觀思想 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重要的 法理觀念 這個是沒辦法改變的 你來看這個 過去 這個中國的實名教材 讓我們就是這樣 標準答案 所有的人 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沒有多方性的 邏輯思考 跟理性的思維 變成像這樣 好不好 都一樣 有什麼樣子 這個動畫 讓大家知道 它的弊端在這裡 那你從這個圖 你要怎麼樣去 思考現在的大環境 就是這樣 透過媒體 透過媒體 透過一些報章雜誌 這個新聞 二十四點鐘 輪轉地幫你報 冠輸給我們是什麼 錯誤的觀念 一些偏離 法理的 偏差的價格觀 就這樣 很容易透過 電視媒體 灌輸在我們頭上 所以 我們要記得 我們手中的 法理的 庫定的告知 和新台灣論 你一定要透過清楚 透過熟 你消化之後 這裡有辦法 民體外面的一些 政治 台灣發生的一些 暴躁 一些 沒有正常的狀況 你才有辦法判斷 什麼才是真正的 法理真相 而不是假的 OK 這就好了 謝謝 我們知道 法理台灣和正在台灣 法理台灣是什麼 誰是法理台灣 在台灣這片土地上面 誰是法理台灣 台灣民政府 什麼是政治台灣 流亡中華民國是政治台灣 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外面 這些亂象 是政治台灣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們要恢復台灣 正常化 要透過 什麼樣的展現 才能夠正常化 法理台灣的正常化 也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要透過什麼 要經由法理 才能夠實現 OK 我們試試一下 中文這位是誰 他的名字還記得嗎 各位 我們的前後天皇 他都用名號 慶應天皇 明治天皇 大政天皇 昭和天皇 這個呢 平成天皇 今年什麼 今年 幾年 不可以說民國105 那不是他的年號 而且 真的是民國105嗎 沒有 中華民國到什麼時候為止 也就是民國38年 39年之後就已經不是了 大家要記得 流亡的中華民國在1949年 12月初開始 就運作了流亡的中華民國的機制 所以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要注意 我們這期點是 高級班H 2016年12月2號 剛才差不多流亡的中華民國 要開始運作了 這個時間點 所以 大家要了解 這個玩得很好奇 對不對 H161202 天皇的租款 人要了解 是 英為啥 他才有擁有租款 馬館貼用 所以保有台灣所有權的日本天皇 是憑什麼有 擁有台灣的主權 馬關條約 他有所有權的 所以根據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的SOP 就是他取得 清帝國的殖民地 六個屯肯區 他那個流程 在初級班有一個圖 我順便這裡再 喚起大家的記憶 他那個圖就是 第一個 1895年4月17號 日本天皇 取得 台灣的 殖民地的所有權 那時候是殖民地 透過萬國公法的SOP 標準工業作業流程 他在花了十年的功夫 就是1905年 召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就是 請美國的代表 我來跟他問一下 尋問一下 那美國也很大方 他就是提出 原來 中央山脈以 東的地方 他是部落 不是國家 所以可以透過 戰爭的程序 把他納入管轄 就是征服他 conquest 把他征服了 然後納入管轄 1905年 到1915年 十年的時間 是不是因為 東部 高砂 部落 很厲害 所以 打不下來 不是喔 是因為 日本天皇 非常的 愛護台灣 所以他透過 懷柔的政策 懷柔的政策 懷柔的政策是什麼 日本天皇 他跟他的親族 譬如說 譬如說 那個什麼公有沒有 哪有聽過 什麼公 什麼公的 親王的 女兒或者是 兒子 跟高砂的 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通婚 通婚會 會再增進嗎 不會增 通婚是不是 大家都親親 親親的稍微 不會 所以透過 通婚的方式 懷柔 把高砂 慢慢的 納入管轄 大家都是民心歸斧 斧了之後 會不會產生 戰爭 就減少戰爭的發生 因為大家非常了解 一開始增進是因為什麼 我們了解 有一部電影叫什麼 賽德科巴萊 因為 從 三萬到 三萬 九千 六百年前 一直到 日本的軍隊 進來 他們都很平和 每天 打 烤 烤 烤 採一些 山蟬 來吃 每天都很幸福 鄉鄉 逞人 逛牌 逛牌 中央山脈 移動的地方 他們想要反抗 當然會 要保護我們的家園 要戰鬥 所以 產生了像賽德科巴來的電影 所以會出來的情節 所以 會這樣 但是 征服之後 1915年開始 繼續進行了 萬國功法的流程 在1937年的時候 日本天皇就 分布讓 台灣的總督府 施行什麼 黃民化政策 這是內地延伸政策 內地延伸政策 內地延伸政策 他完成內地 日本 北海道 本週四國九州 包括北方四島 都島 沖縄 延伸下來 台灣澎湖到 新南群島 延伸下來 變個 我剛剛念的這個部分 全部都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 延伸下來 1937年4月1號 就是黃民化 黃民化是什麼 同化 我們那些人 會說日本話 人家在說日本話 你聽有 還要寫日本 你會寫日文 你會寫日文 然後寫日文 你也看得懂 黃民化是 同化 他不會說 要試試一個政策 聽不 看不 有辦法試試不 八生有辦法 手法不 沒辦法 明明就 日本寫說 紅燈禁止右轉 看不 右轉 那是否都會違規 違規 違規的算是怎樣 我平衡是否 紅燈右轉 你香港說 紅燈右轉 三行衝突 所以黃民化的意思是 就是說 讓每一個民眾 可以了解政策 尊重政策 所推行 還會有這麼進步 因為以前 第二本帝國的憲法 還沒出來之前 第二本帝國是什麼環境 農業社會 所以透過 以萬國公法 做清定憲法的根本 明治天皇的什麼 以萬國公法 等於明治 明治 明治 明治什麼 維新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活動 這要推行下去 大家 一 萬國公法 做什麼 保護 國家的安全 因為 用法例 保護國家 是最簡單的 比較不會什麼 供給付 因為美國是用什麼做 國家的憲法的根本 同樣 也是萬國公法 在美國憲法第一章的第八節 裡面有內容 我們那一個 當時不要急 在新台灣論集合 我們 這裡有什麼 台灣戰爭史回故 目前出到 第四集 第四集 第五集 所以大家 台灣戰爭史回故 會記得 你會擋 另外 你再請回來看 那還比較深 新台灣論等於是 它的一個延續 很深的論述 都在裡面 OK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 有沒有 北方四島 北海道 北海道 本州 四國九州 還有什麼 沖縄 台灣 澎湖 這幾個都是 那時候 朝鮮半島有什麼 這個是日本的殖民地 是嗎 是還不是 因為那個 大韓帝國的高中皇帝 跟日本天皇簽了什麼 日韓併合條款 這裡 新台灣論的上策 各位 江蘇大 給你功課 你自己繼續翻 好不好 OK 我看了一個 重要的 觀念 民主國家 跟有君主的國家 它的權力來源不一樣 所造成的社會動盪 跟國家的穩定 也都不一樣 為什麼 權力的來源不同 君主立憲的國家 受權者 權力的來源在上面 民主國家 權力的來源來自 百姓 大家投票 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60萬人 300多萬人 決定了什麼 就是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南斯拉夫著名的藝術家 瑪莉拉 阿布拉莫維奇 行動的藝術之母 他在1974年 在義大利進行 節奏 零的行為藝術 結果令人震撼 他在桌上擺了72種 不同的道具 包括化妝品 玫瑰 指甲油 一些鞭子啊 安眠藥 鐵錘還有蜂蜜 甚至還有槍跟子彈 桌子上還有一段 瑪莉娜寫的說明文說 桌上72種道具 是一場表演 而她也是道具 在六個小時內 她對自己發生的所有事 要負全責 接著她這樣自己麻醉 這是瑪莉娜 她等於把自己的權利 下放給每個人 去對她做任何的處置 這是什麼 權利來源在下面 不是她自己 一開始群眾還算溫和 有些人試著把她轉過身 擺弄她的身體 接著有人拿口紅在她臉上亂畫 看她沒有反應 群眾開始越來越大膽 各位 民主社會的民主國家 會動亂的原因 就開始了 沒有大人 沒有政府 就是像這樣 有人開始用彈簧刀割開她的衣服 開始用帶刺的玫瑰花 刺她的肚子 讓她流血 過了四小時 群眾開始變本加厲 有人用彈簧刀在她身上畫來畫去 有的割開她的喉嚨 然後吸她的血 有很多人惡意騷擾她的身體 拍下她的裸照 並讓她自己拿著 各位 受權者 在民政由 風地受權 比較穩定 還是由民主的國家 民眾的意志 代表國家的意志 對一個比較穩定 看你就知道 最後的結果 像這樣 這等於是每一個國家 現在世界這麼動盪的原因 也就是在這裡 受權者 是在上面的國家比較穩定 還是民主的國家比較穩定 看就知道 有風地的國家還是比較穩定 你看看 最後變成這樣子 身上 身上 拿著上彈火的手槍 壓她的手指 看她會不會扣這樣扳機 有人覺得太過火了 還衝過去把槍丟掉 雙方還爆發衝突 各位 現在世界上 會發生動亂和空間 戰爭的地方都是什麼 民主的國家 都是沒有大人 沒有風地的國家 來 到最後變成這樣 六個小時中 瑪莉娜都是有感覺的 到最後她眼眶泛淚 還是堅持下來 眼眶紅了 六個小時 行動藝術結果 結束了 瑪莉娜恢復行動能力 群眾開始陷入恐慌 彷彿他們終於想起 瑪莉娜是一個人 還有他們做了許多過分的事 當瑪莉娜帶著鮮血 跟眼淚走向眾人時 他們紛紛逃跑 這有風地的國家 擁有賣款 給民眾去黑白做 當風地開始揮霍講話的時候 大家想到 原來 這片土地是有主人的 是風地 不是所有民眾的土地 瑪莉娜得到的結論 如果你把決定權交給觀眾 群眾也好 你把決定權交給群眾 他們可能會殺了你 得到的一個結論 是這樣 授權者 授權的來源在上面 比較穩定 還是授權者 下面 往上 比較穩定 這個行動 藝術 已經完全告訴大家了 世界 權力的來源 還是從上面授權下來 比較穩定 而不是群眾 來決定整體 這是很危險的 那些觀眾 那些觀眾 或許平時是好人 可是不過六小時的時間 他們就對瑪莉娜 做出那麼過分的事 六點鐘 就可以做過分的事情 有沒有覺得很 超乎想像 不可思議 有沒有 對 社會就是這樣 當警察 跟法院 開始放縱 對群眾的事情 所作所為 開始視若無睹的時候 各位 社會秩序會不會亂 社會地屬的亂 有沒有 會像這樣 這是川普的漫畫 這是辛普森家庭 這是一個 有趣的一個比喻 你知道嗎 當時的 有話跟現場 要同 要同 這是一個去談 他選舉結果出來了 看 218 跟276 這是選舉人 可是投票人數 有沒有 門檻270 所以他過了 得到 後來不是說要重新驗票 那驗票結果怎麼樣 還是川普 對啊 有的是什麼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什麼 大家都有重驗 所以現在 要記得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誰代表美國 誰代表美國 美國總統 還是美國人民 美國總統 CPR 怎麼叫CPR C P R Chinese Filippine Russia CPR 心肺腹諸數 之前 講師 聽我聽 很趣 如果這真的是 這樣的組合的話 其實這世界上 感覺好像並不是那麼 不簡單 其實 你要記得 這個實質 裡面 跟美國有關係的兩個國家 菲律賓 美國 要記得 誰當美國總統 他必須 遵守什麼規定 他必須要效忠 美國憲法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你的右手邊 美國總統的照片 各位 有沒有看到 歐巴馬的太太 密學兒 我們看到他手上拿的是什麼 各位 講師跟你介紹 密學兒手上拿的是 每一任 美國總統 宣誓就職的時候 所必須要 按撫的書 哪一本書 聖經 Bible 每一位美國總統 宣誓就職的時候 由太太 扶著聖經 或是他另外一半 譬如說 如果是希拉蕊的話 那當然是克林頓 他拿著聖經 另外一半拿著聖經 手扶著聖經 然後宣誓 美國總統他就要 效忠什麼 美國憲法 然後包括什麼 萬國公法 我在初期班也講過了 自然法為基礎 變成世界所共同遵守 叫做什麼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為基礎 簽訂了各國的條約 叫做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底下 它的位階高於世界各國的憲法 所以 每一個國家的憲法 它的 裡面寫的內容 跟 規定的範圍 可不可以超過萬國公法 不行 可不可以 不遵守國際條約 也不可以 可不可以違背自然法 我國家 我的國家很民主自由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我就違反自然法 人跟動物也可以結婚 可不可以 不行 要了解 為什麼有一男一女 延續人類 人類學 我最近有看到就是說 方济教宗 他講的 這是基於人類學的角度 其實基本上來講 每個兒童 他本來就是有什麼 要求 父親 專屬於 男人的愛 女人 媽媽 有女人的愛 所以這樣才能夠 完整的家庭 這是兒童的基本 生存權跟他本來要爭取的權利 我們可以剝脫他嗎 不行 因為這是人類的基本 需求 要求 生存權 免於匱乏 免於恐懼 我知道 這大概是什麼 基本人權 但是可不可以 用人權 無限上綱 擴張 來擾亂社會的秩序 可不可以 可以嗎 說我 管理我人權 我需要擴張 改變社會秩序 可以嗎 大哥可以嗎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OK 這個妖亂到最後是什麼 KO 這個社會 世界的自然運行 最後就是什麼 亂到最高點 然後全部收掉 川普他在之前 就任前他有一些計畫 第一個 他上任之後 宣布中國貨幣的操縱國 迫使對方回到談判桌 第二個 保護美國原創跟投資 使中國執行智慧財產權 法律 停止美國企業得盡 競爭者技術分享 才能進入中國市場 非法與不公平的操作 中國他那個 經濟 貼 不正常 對好的 他就把 一些技術 好好的 對方吃掉 對方 那個企業消失去 不行 那個非法的併頓 那個 另類的托拉斯 這是不行的 違反資本主義的精神 再來 多回數百萬工作機會 從政美國製造業 要求中方的中國 停止非法 外銷補貼 與落後勞工 跟環保標準 血漢工廠 與污染 不再奪走 美國勞工的機會 其實美國 勞工 失業 那麼多 其實什麼 他的感受的機會 都外包 他明明可以 以美國 國內可以做的 所以他自己 國內的機會 就沒有了 所以各位 我們未來 在台灣民政府 你擬定政策的時候 你要記得 以整體的利益 一本筆要什麼 大於一 可以記得喔 擬定政策 你要去想到 國家的利益 跟成本考量 你要大於一 對國家才有建設 才有幫助 小於一可不可以 所以 國家黏力就奔盤了 所以一定要給 重要的精神喔 強化美國協商地位 降低企業 付稅留住業者 處理國債問題 每一個國家都有 政府的問題 尤其什麼 戰爭債 日本台灣 有沒有在戰爭債 我們有戰爭債喔 有還是沒有 我問一下 台灣有戰爭債 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謝謝 我現在不知道 各位 你第一天來上課 初期幫我講過 台灣有參加戰爭嗎 有沒有參加戰爭 有 戰爭贏還是輸 贏的贏手 台灣有參加戰爭 贏的贏手 輸的贏手 對啊 輸要贏嗎 跟人戰爭 輸要贏嗎 要贏嗎 有沒有戰爭債 有 要不要還 OK 對 所以大家給 國債問題 中國無法再進行金融威脅 增強美軍在東海跟南海的部署 川普的計畫 一選上總統之後的計畫 有沒有發現 他在政治活動在競選期間 講的那些 是不是真正他的想法 NO 大家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美國是靠什麼 民意基礎 建設起來的一個政治的主體 所以他要靠什麼 靠選機 如果沒有選機 這種選票低於50% 那他代表是少數的民意 會不會對美國有產生不好的影響 會有 各位手機 你記得關金融 我們同心要聽課 尊重一下他們的權益 好嗎 謝謝 檢查一下 請你關金融 美國 他基本上就是 以這樣的一個做思考 所以 他的整個計畫 跟他原先在選舉之間的政見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因為他的計畫最重要 他是什麼 他最終 他價位也是要以什麼 以美國利益 以優先 他放棄對 東亞 軍事的部署 對美國會不會產生威脅 會不會 中國會不會 進一步 會威脅到什麼 美國的存在 所以亞洲他會不會放棄 不會放棄 為什麼 更加了解 他上任之後 更加了解 在舊金山 和平條約 23條的A款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的這個定位 我相信他會更清楚 川普他雖然是房地產 他總裁 甚至有跨國的企業 他最近什麼 他的計畫要 退出 就是跟他的 產業王國 做 要脫 要做切割 因為他專心要處理 美國的國政 他的企業 他 要有計畫 要跟他做事實的分割 利益分割 是美國最主要的精神 我管理國家 和管理我的企業 一定要分割 不可以為我 建立 我還有利益輸送 這套 美國人不會有 歐美 近代化 他們重要流程 就是 有授權的 範圍 我可以拿 沒有授權的範圍 不會拿 所以兩句話 請各位 有授權的事情 才可以做 換句話說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能做 沒有授權的東西 可不可以拿 不可以拿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川普誓言 他的新政府 支持自由貿易 跟浮動的輝率 美中巨額貿易逆差 不會再持續 上任第一天 宣布貨幣操縱國 請銷商品 會進行適當的徵稅 所以請銷 慢慢會吃到苦頭了 重要的觀念在這裡 我們了解 每一個人 不管他過去的 為人處事怎麼樣 他人格怎麼樣 重要精神 他只要擔任美國總統 他就是必須的 在聖經的 跟上帝見證下 接受副總統 國會及司法的監督 效忠以萬國公法為依歸的 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 現在寫米國 米國是哪一個國家 美國 United of America 這是美國 我們日本日本 日本日文 是不是寫米國 對不對 慢慢來調整一下 川普 贏到什麼 這個是 Wisconsin 這個是諷刺 美國 對台灣目前不正常的情況 他怎麼可以對台灣視若無睹 10月25號叫做台灣光復節 那OK 伊拉克也有光復節 2011年12月18號就是伊拉克光復節 所以伊拉克要全部懸掛什麼 美國國旗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同理可證啊 他放縱流亡的中華民國 在台灣做這一套 那伊拉克為什麼沒有做這樣的事情呢 然後在伊拉克什麼 慶祝伊拉克光復 然後懸掛國旗 然後這位做一整排什麼 美國人 然後什麼 把所有伊拉克的人國籍改成美國 然後透過行政命令 可不可以 比照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 查原伊拉克 是美國公民 所以所有人集體規劃為美國 國民可不可以 不行 那為什麼放縱中華民國 在1946年的1月12日 透過傑參制地 01297號訓令 在台灣 把所有本土台灣人 日本台灣人的國籍 由大日本帝國國籍 UMPLINE OF JAPAN 改成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這是不對的喔 OK 所以才有什麼 2006年10月24日第一次的控美案官司 那標的是什麼 新台灣論的上冊 前面目錄翻完第一頁 就是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華盛頓設立代表處的經過 旁邊也有寫 2009年10月24日 台灣平民林志森等 228名分布台灣人 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方法院 控告美國政府 控告標的是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 以台灣人權保護為訴求 然後一舉下來 到2009年4月7號 得到五項的結論 OK 那第二次的官司 就是剛剛我講的這個 就是因為 中華民國 當時還沒有變成流亡政府 在1946年的1月12日 違反國際戰爭法 跟萬國公法的精神 把所有軍事佔領地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把大日本帝國國籍 把它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可以嗎 可不可以 不行喔 你軍事佔領地 有重要精神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軍事佔領你不可以改變 佔領地 人民的生活習慣語言文字 包括什麼 它的國籍 nationality 包括什麼 它的identity 就是它的身份 國籍 都不能改 那我們現在想想看 如果 當時在1945年 10月25日之後 如果有照戰爭法 流程來走的話 各位 我們上課會不會用這種話來 上課 用什麼 用什麼話 進口 我們上課的 多說 你怎麼多 很多 是不是在這樣子在講 而不是在講我現在講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現場同心有的可能 台語聽不懂 沒關係我就稍微 聽不懂 聽不懂 你還可以透過 powerpoint 去了解 既然 美國在伊拉克 沒有這樣做 那是怎麼在台灣這樣做 你覺得很奇怪嗎 戰爭的代價 請猜人可以宣布戰爭嗎 付出慘動的代價 美國跟伊拉克 打下來的戰爭 軍人受傷 三萬兩千名 戰爭開支 7630億美金 軍人死亡 4419 4419名 重建 要500億美金 伊拉克這邊 增加的難民有480萬人 平民死亡的 十萬到一百萬人 士兵死亡有8千名 伊拉克那個戰爭大家可以 套炸的 很快就 解決了 現在都是這樣 斬首行動 海山的 落跑 後來有些人抓到嗎 海山有些人抓到嗎 怎麼死呢 怎麼死 吊死 戰爭罪就是那個 主導戰爭那個人 就是戰爭法庭 就是 絞刑 伊拉克戰爭 透過伊拉克戰爭 我們看到 美國軍事政府 在伊拉克運作的一個流程 2003年3月20號 到2011年的10月18號 花了8年8個月又4個禮拜 在伊拉克打的 多國聯軍 推翻 薩達姆政權 薩達姆本人被處死 戰後美軍在伊拉克 頻繁 遭受民兵跟恐怖組織攻擊 歐巴馬政府決定撤軍 那後來美軍在進入伊拉克 原因在哪裡 因為聯合國對伊拉克和平的要求 而不是美國恢復佔領 這個要記得喔 不一樣喔 不是說美軍回去 又恢復美軍 美國的軍事佔領 不是 是聯合國對伊拉克和平的需求 所以要求美軍 維和部隊進駐什麼 伊拉克 OK 那多國部隊你看 美國 英國 伊拉克也有 伊拉克 他們那邊 庫爾德斯坦 多國部隊澳洲 澳大利亞 波蘭 韓國 義大利 喬治亞 烏克蘭 荷蘭 西班牙跟什麼 日本 2004年 這個是西班牙的部分 新日本政府也有幫忙喔 OK 為什麼 萬國公法 造神運動 我們看到很多落後的國家 很喜歡造神 把海山做銅像 各位 台灣什麼銅像用這個 金貝舊的銅像有這個嗎 這個 在那個 桃園台客 在那裡 做一個 火營 有夠多 台灣 台北的 台北一間很大間 還有在那裡 南部不來對一個所在 我前面不來聽什麼 說 有開一間廟 再擺 分鎖 這個就是絞刑 戰爭法 戰爭法庭宣判 這個就是伊拉克 他當地的 沙達姆政權 他企圖用這種方式 阻擋 美軍跟各國多國聯軍進去 所以用這種方式 他有什麼 燃燒油田 伊斯蘭國 記得喔 伊斯蘭 他是海山舊部的操作 現在最頭痛的吧 是不是最頭痛的 海山的舊部署來做的 來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 日本天皇的財產 日本天皇的財產 大日本帝國有沒有滅亡 我問大家喔 你舉手 表達你的看法就好了 認為大日本帝國已經滅亡了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沒有舉手 沒有舉手是 沒關係啊 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講事跟你說 記得 我們看到我們的右手邊 那兩幅圖 我們剛剛看過的是 美國總統 握有對台灣的佔領權 那左手邊這個圖是誰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日本天皇是不是還在 所以大日本帝國還在 有沒有滅亡 沒有 那為什麼現在是這個樣子 因為被軍事佔領 究竟這樣和平條約有沒有失效 有的一些 以前啊 包括打冠西第一場官司 2006月12日打官司 美國國務院 他聘請的律師 竟然說 美國國務院已經透過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已經把台灣交給 中華民國了 你認為這句話對的請舉手 不對的請舉手 謝謝 請放下喔 這是不對的 後來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 就告訴美國國務院的律師說 我可以幫你講 美國總統也好 美國國會也好 美國國務院也好 都不可以改變 舊金商和平條約裡面的條文 大家記得喔 法理至上 國際條約比每個國家 美國憲法 英國憲法 各國的憲法 位階比它還要高 可不可以改變 不能改變 國際條約 舊金商和平條約 馬關條約 會不會因為 沒有人注意就失效了 就好像結婚證書一樣 阿婆結婚 三四十年去了 放一個阿婆裡面 阿婆不知道放在哪裡 阿婆也不會去了 他可以說 我們兩個阿婆 阿婆去外面說 結婚證書 我都找不到阿 所以我跟他們沒有離婚阿 對還錯 錯 國際條約也是一樣 跟結婚證書一樣 日本天皇已經跟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 已經結婚了 什麼時候結婚 1945年的四月一日 已經結婚了 那台灣澎湖 有沒有離婚阿 沒有 有沒有離婚 然後 離婚的 老王是美國嗎 不是喔 大家記得 日本天皇跟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結婚紀念日是 1945年四月一日 已經結婚了 雖然只有短短幾個月 那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 有沒有交給誰 沒有 他永遠是 日本天皇的家人 所以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 會不會被 阿共拿去 有沒有 武力犯台 五星期 整台灣是街頭 我台灣人 所以我不高興 跟他發 跟賣 要不要 不需要 他民生府的主張跟立場 不使用暴力和武力 大家記得 發力是 一定贏 穩的 穩當 正確的路 我們需不需要跟人家大巧聲 大家記得喔 在台灣這片土地面上 就算 所有的土地上 插滿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期 有沒有必要跟他生氣 有沒有必要 那種野餐像小孩在生家家酒 打牌去 世界都插贏他們家的 旗子 你要不要跟他生氣啊 不需要啊 我們知道這土地 所有權 日本天皇 誰保有軍事佔領權 美國總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沒有插圍的空間 沒有 所以不需要跟他生氣 所以這電視上 電視上就要跟他插著 要收起了 所以要抵抗 中國囉 所以 大家要出來投票 選我 不要中計了 他比較清楚 選舉 是流亡中華民國 尤其是台灣自己當局 這個 民間機構 他在辦的 董事會 選舉董事 或是選股東代表 的一個活動 我們要不要跑去人家公司 參加董事會的選舉 要不要 我們大家問自己就好了 台塑 長榮集團 包括復興航空 投票 股東會 各位 你有沒有去參加投票啊 那為什麼我們去參加 一個 是民間組織的流亡中華民國 參加他們的選舉 怎麼會這樣說 所以 電視上每天你看 這些所有節目 通通都是他們那家公司 所出產的產品 所以他當然要宣傳什麼 請大家支持他的產品 支持他的選舉活動 所以要去參加他的投票 對嗎 不對 要清楚了解 我們的身份 我們是誰 我們的身份 是誰 日本 台灣人 是不是中國人 是還不是 是中國人嗎 因為你拿了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所以你是中國人 對嗎 那個身份證你想想看 怎麼取得的 沒有台北市 煮頭的 修頭的 修到國小 畢業到國中 老師給你相片交一交 然後 付贈師傅所的本身份證 給你 是不是這樣子 是嗎 對啊 你有宣誓校長嗎 有沒有 騎在孫中山 跟那間 赤蓮拜的旗子前 有宣誓校長 中華民國 有嗎 上天來做這個董 蔡英文 陳水扁 李登輝 馬英九 他們是不是都做總統 這個總統是真的總統嗎 那個叫台灣自已當局的局長 台灣自已當局他的頂頭上司是誰 美國在台協會 看清楚聽清楚喔 美國在台協會是政府嗎 是不是官方組織還是民間機構 民間機構可不可以管政府 不行啊 民間機構只能跟民間機構 所以你要知道這不一樣 真正代表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政府 法理台灣這個政府 根據戰爭法 由被美國軍事佔領的日本台灣人 依據法理什麼法理 戰爭法所成立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為什麼加個美國 因為美國是征服者 被征服的是誰 日本天皇跟什麼 台灣 台灣 要記得 我們是什麼人 日本台灣人 日本天皇的台灣這個地方的人 可是我們政策 是不是叫台灣 不是耶 福爾摩沙 台灣是代表哪些地區 金門 馬祖 台灣澎湖 加起來叫做台灣 懂意思嗎 而且台灣還有代表什麼 台灣澎湖 南海 就是新南群島西沙南沙 這全部加起來 因為中美工農方的條例是誰 蔣介石跟美國 兩個是簽的 蔣介石拿什麼 金門拿馬祖 當作抵押品 美國耶 台灣澎 那個時間點以後 原來 美國所稱呼的中華民國 不再是中華民國 叫做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在台灣關係法 第15條裡面 就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所以各位 你可以上什麼 美國在台協會 你去點來看 PDF的檔 你慢慢看 第15條的內容 OK 天皇大街喔 還是大街 大街 東京喔 那個地方是哪裡 東京 二重橋 這個東京就有奇怪了 今年 12月21號 你有要參加 跟天皇祝師會 走 謝謝 有要抱歉 我一直把我點點去 低調一點 沒關係 會怕 因為我們天皇 發表什麼 他想要申請退位 所以 今年要記得 把握機會 12月21號 到 10月24號這期間 要去日本 那 天皇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平成天皇的生日什麼時候 12月23號 23號 那天天皇祝壽團 他要去哪裡 他要去哪裡 八十九年 就是要去什麼 進國神社 那裡面有什麼 三萬九千一百名的 台灣的 戰術 我們有三萬九千一百名 代表台灣的戰士 去參加什麼 大東亞戰爭 正式名稱是這個 為什麼 為了要守護大東亞 不要被殖民 所以掀起這場戰爭 因為 美國跟英國 誤解了大日本帝國 因為那個麥克阿瑟的自白 各位 你可以到 YouTube裡面 你去看這個影片 麥克阿瑟的自白 自己的自白 是白天的白 你去看這段影片 美國已經承認了 他誤解了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他是為了自我防衛 所以才宣戰 他不是要侵略 包括當時 日本帝國他 帶著軍隊 進出中國 是不是侵略 不是喔 他是幫助中國 步入什麼 國際化 幫助中國正常化 所以把它裡面 政治紛亂的局面 要把它穩定下來 因為國際聯盟的授權 國際聯盟就是聯合國 之前那一個 第四世界戰戰之後 的一個國際組織 叫做國際聯盟 各位 大日本立國的軍隊 台日本帝國的軍隊 在第二次世界戰戰期間 世界第一名 美國第幾名 第三名 所以你要 要稍微了解一下 做日本人很公平 做大件事 精緻 哪用 哪用 哪操 哪用 又好用 各位你相信 你很肯定吧 不會用 兩三個黏黏 那個派去 那個派去 你如果說 路的開的都是什麼 Toyota Toyota Toyota是哪個國家的車 日本 有沒有人開中國的車子 吉利 有沒有 開在路上 連跟捷安特相撞 吉利的萬把還會凹進去 這不誇張喔 OK 這個影片喔 因為那個 許先生 不在喔 等一下讓大家看 這個 這個工 這個工程是 涉谷車站的工程 他短短一個晚上 他就把一千兩百名工人要花很長時間的工作濃縮一個晚上就完成了 這個影片很有意義喔 這是2013年3月16號 涉谷站跟大觀山站鐵路進行地下化工程的一個工程喔 看到沒有 涉谷很冰 順便認識一下 最近不是有一個地方 地層下線 花多少時間又把它填起來 有沒有厲害 這是之前的 然後設地下化 限制時間多久 最後一班電車 跟第一班電車 八年八萬人的一個工程喔 全部集合起來 你看到什麼時候開始做 這是我從影片裡面喔 開始喔 最後一班 五夜 五夜 0.59分 開始做 1.02分 開始 四行運轉 4.50分 第一班電車 5.04分來了 這條鐵路有85年的歷史喔 85年的歷史喔 85年的歷史喔 東橫線跟捷運赴都西陰線 每天就有242萬人次的進出 射谷站 人有這個嗎 很多喔 有辦法完成還有厲害嗎 大家再有看影片就知道 東京極型電鐵公司 籌備八年 動員1200人 幾個小時 就是4個小時 鐵路地下化工程 像這個也是 這個設計不簡單的地方就是 這兩台鐵機路過來了 這兩台電車不會燒爐 這贏品看得太知道 英國也是 英國近代化他的兩個列車 他要為到什麼 現在升那個路車的過程 他在兩台列車 中用一個像通道這樣 讓路客從這台換去那台轉運 任恐慨 各位 你如果騎機車開車就知道 外面的斤子有病嗎 很多人都賴殘 包括我也都有 不小心 你在斤子外面的斤子 就撤去了 那機車大家都擠到這樣 一扇那一扇 那整個沒病 尤其在騎機車的民眾 擺倒後面 刷車車來 就危險 兩時的回家 七天後回家 這很危險的事情 這德國 德國 德國 他怎麼做的工程 他只看他那邊就知道 就 他整個爬都照起工來 跟這個不一樣 一般台灣我們看 一般現在這樣做 這個中國人做的方式 就是這樣做 但是他們做的不一樣 德國是這樣做 他們的鋪丹子 甚至用手去敲 他不會說真的用用的 德國人家開車 他的慢車 高速公路 我們一般人家在騎車 他們在騎車 他們在騎車 騎車不夠 速度不夠 後面車來對不對 他會主動閃在旁邊去 還要駛喇叭 要插大頂嗎 不必 他們都很貴機 德國的高速公路 有沒有速限 前方有側速照相 速限110公里 這好像在台灣 才會發生 德國沒有 在你吹 因為大家都很收穫 德國人是哪一個民族 日耳曼民族 各位 台灣民政府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單元 是在講日耳曼民族 你可以去看 日耳曼民族 它的民族特點是什麼 人跟人之間 人跟人之間 問好的問什麼 吃飽嗎 是嗎 不是 外面的秩序好嗎 你用這樣問好 可憐的就知道 德國人他重視的是什麼 團體的秩序 團體秩序 團體的秩序 如果說 大家都幾幾幾 社會的進步 有沒有 大家都早起到來 雖然沒有人看 沒有監視器 但是 我也拐拐的造型 這是真的人的 最高尚的一個人格的表現 就是在這裡 你看到德國的不簡單的地方 都重視環保 我們 從新聞面對看得到 德國 它是不是太陽能很多 不會 還有春 還有雨 還鼓勵大家 使用它的電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 可不可行 不可行 這個正在台灣 這個民意代表 他們的民意代表 抗核災產品 各位 日本它會出有問題的產品 丟自己國家的臉 會外銷嗎 會不會 福島會不會拿自己的 國家的形象 毀壞國家的形象 像衛英昌這樣賣黑心油 丟國家的臉 會不會 什麼叫核災產品 它為什麼沒有 檢討 政治台灣 它現在四 四個地方的核能發電廠 你什麼時候要拆掉 不是停止運轉 是要拆掉 學習德國 使用太陽能 就算你所有的 民意代表 沒有commission 你就是要執行 太陽能的運作 風力發電 甚至都不要給人家收錢 對不對 太陽能要錢嗎 你去投耶 去投要錢嗎 不必啊 要有什麼不在做 德國做得很好 為什麼你政治台灣就不行 不行對不對 法理台灣以後我們來做 好不好 你看看 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 這都是我們 技藝當中的帝國 我們學習一下 Benz BMW Porsche Audi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Benz 大家知道 BMW Porsche 穿的 很快 911 Audi 四個圈圈 那都是德國的產品 有好開嗎 很好開 又難用 記憶中的德國 日耳曼民族 神聖羅馬帝國 各位 大家記得喔 旗艦面上這隻老鷹 老鷹 是由羅馬帝國時 就有到現在 承接到哪裡 美國的國旗 因為美國國旗的旗艦 面上已經有老鷹 大家稍注意一下 你看到歐巴馬 他在公開談話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旗子 你看到旗艦面上 有一個老鷹 那就是由羅馬帝國開始就有了 巴赫 貝多芬 布拉姆斯 莫扎特 哥德 馬克斯 格林 兄弟 柴切爾夫人 Peace Mind 德意志帝國 希特勒納粹 二次大戰 跟柏林圍牆 這個都是跟德國有關係喔 有沒有看到 柴切爾夫人 哪一個國家的人 德國人 有沒有很意外 帝國人去英國做什麼 首相 有打一個有名的戰爭 我相信各位 年紀較大的動心 你們還記得 福克蘭戰爭 有沒有 跟阿根廷打有沒有 就是這個 西門子 萊卡 慕尼黑 啤酒節 萊茵河之旅 阿爾伯斯蘭 維也納黑森林 德國 這都是德國的印象 德國 Germany 有漂亮喔 你看看人家做的 都教育剛做 都符合美學喔 中工業的東德 地理位置 深受其他 水不會喝 抓不到魚子 為什麼 工業污染 311海嘯 日本福島 核災 在各看 看到而已 快 2022年 要全面廢核 正在台灣 旅王中華民國 台灣 地理東共 台灣的 中國 你看現場直播 有沒有看到 人家德國要廢核耶 你有沒有覺得很丟臉 在反核災食品 你把 世間 核能發電廠拆掉 核能廢料 把它處理掉 我就說你 做你應該做的 對不對 需要鼓掌嗎 不需要 因為 他如果 加工把世間 核能發電廠拆掉 核能廢料處理好 這是他們應該做的 為什麼 誰建的 劉王中華民國自己建的 那是不是我們建的 不是耶 日本時代 台灣有核能發電廠嗎 沒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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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政府下令永久關閉 八處的核能發電廠 八處的 台灣有四處的 現在還有運轉的九處核能發電廠 將在2022年以前 逐一除一 德國核能專家指出 費用龐大 關閉一個反應爐 需要高達10億歐元 新台幣多少 你知道嗎 380億 所以 拆除工作要2080年以後 才有可能完成 台灣有四處 四個地方的核能發電廠 有嚴重嗎 無辜的受害者 無辜的受害者 阿拜的算是什麼 氣候難民 馬爾地夫有沒有 海水啊 上漲 馬爾地夫還在不在 變水下世界 包括我們台灣 一個比較沿海的地方 阿拜上班 買菜 你就要靠鑽子 要去靠遊艇駕照 因為路都沒辦法開車 你要開遊艇 像威尼斯這樣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看清楚喔 天使跟魔鬼一線之差 缺乏什麼 觀點在哪裡 判斷力 法律台灣人要用什麼來做判斷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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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日耳曼民主的精神 23個不可思議的細節 秩序教育 大環境指標跟榮耀 榮耀 很重視榮耀 不要丟自己國家民主的臉 德國人從不把愛國主義掛在嘴上 但是內心深處卻有著與生俱來的民主榮譽感 大家好好來瞭解喔 因為大家記到當中 我們法律 想要瞭解這個 當然要 各位 所以我們已經高級班了耶 雄安科是什麼 眾將官耶 你不是要做黑雄 就是要做什麼 內閣參議員耶 不重要喔 這個對我們將來要重建我們的國家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 是不是很重要 大家記得喔 已經上到高級班了 底下什麼 議員跟黑雄 德國人見面打招呼的用語 有沒有 來 唸出來 秩序還好吧 是不是問說吃飽嗎 不是喔 秩序還好吧 每逢開週會 一到下午六點前還開不完 他就會瞄一下手錶 瞄一下手錶 然後說 我要向我的政府匯報了 德國人對帝國人來說 他的政府是什麼 太太 為什麼 他的秩序 十一住行上的館 太太 太太在館 所以他六點後就知道 要趕快回去 德國人的口偷禪你知道 看一看 讓我看看記事本 各位 可想跟這個改動 你有沒有記事本啊 有沒有 這就是 為什麼 我們的追蹤 我們的速度 我們的進步 對不到得國 關鍵在這裡 你怎麼記事本比記本 我很假的 我記記就好了 各位 有聽過一句話嗎 這個哈記 倒了會睡不著 見講講過去 隨講隨不去 你就要記一記 你要記得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頭腦 記事本 你把它寫好了 對照 確實符合法理 這本 記事本 筆記本 你要再拿 照稿念 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照 確實的資料 寫起來 記事本 就是重要的依據 可不可以隨便亂講 不行的 像我剛學的 初期版的內容 國際版的內容 都由新台灣論的內容出來 包括我現在講這個 也是台灣民政府官網 在介紹 日耳曼民族24個特色 就是在這邊 我們介紹到第四個了 第四個 再來 德國人 跟做當中有的嬉皮少年 不會喔 對陌生人很少自來熟 至少要待上兩三個月 招呼才會慢慢隨和 有些德國七十 就是七年的同事 稱呼有時候還 一絲不苟的家是甚麼 Mr.或是Mrs Mrs是甚麼 小姐 不然就呼吟 德國的地鐵 有一個最大的鐵線 你去歐洲七頭 你也知道喔 沒有防止人們 逃票的閘門跟玻璃門 你也知道喔 有時候有閘門 閘門旁邊還有一個人 還有檢票 新聞還會報 明明出票 檢票口 還有人 投票 又被警察抓去 有沒有丟臉 新聞都在報 有沒有進步 這是我們進步的地方 德國地鐵裡面 人們 不用手機上網 而是捧著一本書 進進讀書 令他去帝國 你看看 帝國人 他會在地鐵 在滑手機 講手機 有沒有 日本人 他在 公車 捷運 地鐵裡面 他們也不講手機 有沒有 客人說 你好 每一個人 看你一個人 沒有禮貌 你看德國人 有沒有 把握時間閱讀 在德國賓館跟市政大廳的洗手間裡面 有兩卷衛生紙 你要去帝國 練習去帝國 一卷放在盒子裡面 一卷放在 一卷是備用 你不要看這個 我們去帝國 不知道 衛生紙在哪裡 講得很清楚 克隆大教堂的 宏霞相機是無法拍攝 教堂修了六百年 最初設計 對這宗巨大建築 構思全部細節 經歷幾百年 還能夠繼續來延續 這宗巨大建築 還沒 還在修理 修六百年 因為他在修理 修理那個所在 派的目光 他整個 減土的東西用得好 所以六百年還沒修理好 這不是他跟班 他講究的是 建築工法 我們對照 柯文哲在台北市 有個新北投的車站 有沒有 日治時期的新北投車站 他用的是卡榫 完全沒有一根釘子 結果現在這個柯市長 他重建這個北投車站 用錨釘 用一些 可以嗎 完全失去日治 時代建築的卡榫技術 那就是 你要恢復原來的建築物 你就要按照原汁原味 把它重建好 各位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百年以來 甚至由古年以來 由家人 到現在的台中 有多少 日本時代的建築物 無台無地都會消除 誰做的 為什麼 黑心肝 有人說黑心肝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日本時代的建築物 在這裡 那是誰的財產 日本天皇的呢 你大廚大的 你被人收掉的 人說 你在做 誰在看 聽說八爺上帝在看 你盡量收沒關係 後來就跟他玩笑 這些收的人 有人看得到 絕對看得到 德國人真的用量 喝杯水嗎 用涼杯喝水嗎 你如果看 他進入廚房 看到一點點 抹布還有一排 用涼杯來喝水 我差不多要喝多少 講究到這種程度 有 汽車在市區行駛的市區開車 司宿不能超過三十英里 有一個笑話說 百名十二點 還有人在 路的燈紅燈 那個人 肯定是對一個人 一個人 很修法的 無人看 無列明機 無監視器 一樣修法 監視器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台灣 對自然的事情 才知道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人 來家銀行提款機 偷提錢 不會過手 結果在萬壇 萬壇什麼 喔 台灣 監視器那樣多 警察怎麼破案 進去 拿包包 出來 扣手 那包包是什麼 由提款機 盜領的錢 進去 怎麼扣手 因為藏在裡面 對 沾裡就抓包啊 他們街上 永遠是自己 國家生產的汽車 德國人 開德國的車 各位 你在路的看 開Benz的車 在這裡 在德國是什麼 計程車 德國的計程車 都是Benz 有什麼 品質很好的 他才起來做計程車 一般 東工的車 他起來做計程車 不會 做計程車 不是很老的 才起來做計程車 各位 他要求的是 高秩序 高水準 高品質 所以 他使用的計程車 也是高品質的 這價值觀不一樣 你有沒有看 這上面有什麼Taxi 德國的計程車 什麼顏色 銀色 所以 德國的計程車是銀色的 在餐廳裡 德國人來吃飯 走之後都不用吃 都不用換豆腐 為什麼 面上油 都不會滴在面上 吃東西很貴機 會噴那麼貴的 會不會 還有一個故事 在德國 你的點菜 不要點太多 我講的內容就是 明天 我們隔壁那個第二教室 會有什麼 中西餐的教學 各位 你當時 你如果有參加 明天的工科 你就了解了 中西餐教學很重要 你搬裡面的刀叉 你放的狀態 代表你對 中西餐利益的了解 在德國可以點幾天嗎 我 漫漫辣餐點十幾天 三人吃 各位 在德國 這個叫浪費食物 要罰錢 而且 那些東西 你可以帶回來嗎 不能外帶 不能說我吃不完 店家 你提供袋子 我要包回去打包 沒有 德國就是你吃多少 你就點多少 你不能點多 你浪費食物 你就要付錢 付罰款 店家還會罵你 浪費國家資源 所以中國那裡 在德國 肯定的奧子 OK 衣服舊了 不能再舊了 褲子還在 所以有一個人說 鄉孫笑的 他說 德國的鈕扣的壽命 比婚姻還長 你說德國的鈕扣 有耐用嗎 他只做一個 鋁子而已 就用那麼久了 鉗子螺絲刀 錘子板子 鋁合金架子 有的這些 德國大部分男人都可以 在閒暇時候 把祖傳家具翻出來 再來修一修 也可以親手給孩子 製作一個獨一無二的木馬 甚至如果空間過大 還可以給家人蓋蓋做木屋 這代表什麼 人家是修復 很修復 我們看那個 年底要搞 什麼 鋁子行路 鋁子行路 都看到什麼 沙發 名城 書架 又叫李廠 通知李廠 通知清潔隊 才知道 才去 你看德國人會不會 修復 修復 難怪人家國家強大 在這裡就知道 你看街道項路 社區 你看那些名城 等了整個 苦笑 來 有一個 德國的女人 她的阿嬤 親手整理出來衣櫃 一層又一層 潔白的床單 毛巾 被整人齊齊 疊放在櫃子裡面 趕時髦 一絲不苟 一層不染 你看他放在裡面 有很多嗎 是不是很注重 秩序的國家 德國 你如果看過他在廚房 有沒有 工具有夠多 有一個廚房用具的廣告 一開一開 像那兵器房的 一項東西在切 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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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廣告我之前看 一直插兩層 我說 我們這裡台灣的 男人女人 如果要進廚房 進德國人的廚房 可能你就不知道要怎麼用 他好像 要切一個食材 桌子就幾層了 不一樣 售票處免費提供列車時刻表 按照字母排列 一個程式一張表 凌晨1點到深夜24點 每個時間區域列出往返目的地 雙向測試的時間表 有沒有餐車 有沒有自行車 有沒有臥鋪 躺座或咖啡供應 最重要的是 這裡沒有晚點 的詞語 一個行車 一個車次 會下的霧點 某某列車霧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沒有霧點 歐元 用橡樹的葉子作為圖案 50分離 這其他的部分 大家在那邊上那個官網去看 這大概就是上面那個圖片 大家來分享 你看他們垃圾桶的 垃圾箱款式造型 有四個顏色 四個投入口 玻璃紙妝 裹盒 跟包裝材料 小孩子也不會弄錯 這整個 你看他們的 兩個公共電話亭 面上一個寫女的 一個寫女的 江州人員 美在晚上的地方 看德國人守秩序 整天下來寫男的 電話亭 男人是進去寫男的 女人寫女的 不會差錯 他們隨時看喔 看有沒有走錯間了 女人 女人是女的 沒有耶 公共電話亭上面寫男的 就寫進男的 而且這樣 一個男人在等待前面 講 五分鐘電話 講電話的人 五分鐘之後 忍不住 鑽進女用電話亭 有一個例外 工作人員如獲自保 趕緊跑過去採訪 原來跑錯的那個人是 誰 法國人 法國人有沒有守法 守秩序 投機 所以他們的錢 取笑人家 他們叫漁人傑 漁人傑 漁人傑德國有沒有 德國沒有漁人傑 我剛才講的 各位要記得喔 我們是M174的這條 我剛才講的 從非洲東部 透過印度半島 東南亞 台灣 沖縄 日本到朝鮮半島進去 現在中國這個地方 M174DNA 四萬年的歷史喔 台灣歷史多久 四萬年喔 六萬年前 開始遷徙到 三萬九千六百年 就是四萬年左右 定居在台灣 所以台灣歷史多久 四萬年 不是四百年喔 差很多喔 四百年 減幾個年 少幾個年 少兩個年 都國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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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 正確詮釋台灣最終國際地位的定位 馬關條約 1895年 就是明治 28年的4月17日 大清帝國交友戰爭 失敗 大清帝國跟日本天王 雙方同意簽署日清 馬關條約 日稱啊 下關條約 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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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 簽訂 各位 大家看到這裡 要對焦喔 想到初期版 在說的內容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的筆款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asadena 你看到這裡 馬關條約的英文 China citi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alling territories 有沒有看到 馬關條約是不是有這個英文 這個字是什麼 完整的主權 叫做sovereignty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只是部分的主權權利 是不是全部的主權 不是 因為還有殘餘主權 就是主權義務 因為主權權利是 不是天賦的 非天賦的主權權利是 是可以移轉 但是主權義務 可不可以移轉 不行 主權義務是天賦 像 父母和孩子之間 合上的義務 可以轉移嗎 可不可以轉移 不行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爸爸和媽媽 可不可以轉移 他的義務可不可以轉移 不行 大清帝國 永遠割讓台灣領土的所有權 也就是主權 sovereignty 給予日本 換句話來講 台灣領土 還是已經拼 拼出什麼 日本的領土 先為日本國土的一部分 所以無容置疑 這個日本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領土的主權 所以日本天皇從1895年開始享有 對台灣領土的主權 right of sovereignty 但是初期呢 統治台灣卻是把台灣當作日本的台灣居民或住民 是殖民的性質 還沒完成萬國公法的程序 所以經過兩年國際法的思考期 因為馬關條裡面就有說到 多兩年的時間 看你要留下來 做日本帝國的人 還是要回到全帝國 做全帝國的人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來 我們看那個鴨皮 那個 夫人 就是去年 2015年 3月12日 在那個華盛頓DC National Club的一個 記者會的影片 我們看一下 裡面講到我們需要追求的 I'm introducing Ms Lin If I may dan I'll turn the podium over to her So Ms Julian T.a. Lin was born in Taiwan she grew up in each 같아요 Native Taiwanese family Her parents are just victims of the ROC 1946 COA National Decrees Since her childhood She has witnessed many inequality look MUELLER the people of Taiwan 等下大家注意看 因為這個是很關鍵 裡面的內容 世界人權協議 當她結婚了 Dr. Roger Lin, she became a volunteer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were in political purgatory. They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ty. She refuses to continually endure the ROC's unfair treatment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time,Mrs. Julian Lin and her husband together su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relieve Taiwan from the regime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s. Eventually,th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May I please introduceMrs. Julian Lin. 那個,這邊先暫停一下 這邊先暫停一下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剛剛那個介紹人是介紹夫人跟秘書長 他說兩個結婚之後 就是一起連同台灣民眾一起控告中華民國 那追求的是台灣國際的地位的正常化 所以他在說的這段英文 大家後面有個小冊子 你待會如果聽完 你覺得裡面內容 你想要了解原文版的內容 後面那邊 學院生後面那邊有小冊子 記得 大家一人拿一本 OK 那個新的學員記得 在後面 來,繼續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is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ead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u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dead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ase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imposing a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an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e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裏面講的內容怎麼樣 不錯齁 來我們看那個 去年代議會出稿 他們的立法院質詢 那個許天才那個 不簡單齁 台灣在於統教體制外的 我們記得齁 台灣民政府要跟誰借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謝謝主席請教內政部跟法務部的代表 請陳副部長 等一下先暫停一下 請主任檢察官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裡面 我們不要跟流亡中華民國 直接對抗 法理至上 我們要跟誰借政權 台灣民政府跟誰借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不是跟中華民國借政權 他們是流亡過來這邊 那麼美國的國務院 把他們當作 治理當局的民間機構 幫美國治理台灣 他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2009年的4月7日 五項結論裡面 五項結論 第一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成員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成員的政府 第三 第三 本土台灣人基金的生活在哪裡 政治連阿長 第四 美國 軍事政府在哪裡 當中是在哪裡 台灣 台灣至今還是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地 第五 美國各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這 08-5078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巡迴法官不忘的判決 五項的結論 這很重要 那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成員的政府 沒有 這剛才的政府就是 法理台灣 不是政治台灣 不是政治台灣 所以台面上說的 我就說 一個政治台灣就是 一個管理機構 管理機構 他的董事會 包括他的一些行政代表 他們要選誰 那是他家的事 跟我們被佔領地的本土台灣人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不能去關他們的事情 電視裡面都不用操 所以我們的 中八十多 阿公阿嬤 他們在說的 不能政治的意思 不是不管政治喔 是不要管 中國人的家務事 重點在這裡 政治啦 我們 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地人的 政人的事情 我們要關心 理由 台灣的中國人 他們家裡 民進黨和國民黨 時代力量 兩個人家怎麼 他們家的事 他們兵就他們家的事 他們要 男朋友結婚 他家的事 跟天皇 所保有台灣 所有權的 日本台灣人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大家要注意喔 OK 好 來 我們看這裡 部長好 法務部是 張主任檢察官 好 兩位 希望你們 各個代表 內政部跟法務部 回覆我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台灣民政府 在各縣市街頭 都有看板 都有辦公室 都有招牌 然後這個很多民眾 身上也帶了台灣民政府 所發的這個證件 所發的證件 然後 這個 不管怎麼樣 透過委員的執行 或是你們打呼 他的 目前 如果還不曉得有民政府 或是民政府在做什麼的 這就很奇怪啊 好 但是我看你們的這個報告 我對台灣民政府 我沒有議設立場 但是我很關心他的發展 我們關心他的發展 我們有議設立場 因為他 到底 出發點 他的基調 是在否定 我們 這個政府 對台灣的 這個 統治權 好 所以他 認為台灣的這個 二次大戰的美國的 這個軍政府 體系 好 海流尾巴 就是台灣 他是這樣的論調 你們都有了嗎 那現在 我看你們這個報告 就幾個基本的問題 你們 到底 是 合法 還是不合法 到底 世衛怎麼發展 你們兩個單位都在 都讓我看不懂 好 那簡單好了 照現在已經行之有年的 和解相當普及的 台灣民政府在台灣的活動 以及國際的活動 照目前這樣下去 我們政府 表示說 還不能採取任何的行動跟態度 除了 比較具體明確 就是說 他的車牌不能用 對不對 所以 有一個案件 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這個警察 交通警察 不拆他的車牌 他去告 那一個車主去告 告不贏 就這樣而已 好像具體是這樣 所以 這個 違反交通 規則 違反交通規則 那其他的 裡面都不住可合 都是這樣不住可合 那不住可合 我們現在是民主國家 是法治國家 不住可合就是可以繼續存在 跟進行 是不是這樣 從法的立場 政府對疫情 大家看到的事情 不住可合 表示說他的現狀 是可以持續的 是不是 存在跟持續的 是不是 這個講一下 這個主席排這個題目 我也覺得說 幫他要內了一把冷汗 他 但是 他剛才自己在 在執行的時候 也是採取客觀 操冷立場 並也沒有議設立場 好 影片到這裡就好 到YouTube看就好 暫停 暫停 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 就不是刑事不法行為 那我們就不能加以 罪就跟存在 你這個書面都有了吧 這影片在YouTube上面 我看得到 按下去暫停 從這裡看到 你看他的法務部長 和他的檢察署上面 你看兩個麥克風 你講 我講 你講 我講 誰都不敢講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不敢講 不同系統 美國總統底下有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底下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主管 美國軍事佔領地 日本台灣的 台灣民政府 那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會 然後把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 管誰 美國就是台灣自以當局 台灣自以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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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rください 美國在台協會 這是台灣治理當局 來自中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跟台灣民政府是雙的政府狀態 政治台灣 法理台灣 雖然美國軍事佔領台灣可不可以剝奪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可不可以轉移主權 可不可以改變人家的國籍 都不可以 但是記得 佔領者的意志 代表法律 代表命令 每個人都要去 遵守 要遵守法律 不要跟治理當局直接對抗 因為勢必然 美國的國務院最後要把 台灣治理當局的問題解決掉 尤其是違反戰爭法 改變我們所有的國籍這個罪行 現在已經在審理當中了 到最高法院 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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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